为在嘉义县布袋镇豪梅里的王岗太圣公 即是明清时代 四百多年历史的妈祖神像 因为能保佑渔民渔船平安丰收 所以信徒都尊称他为明朝妈祖 因为有社会人文 艺术科学 历史变迁的价值 被文化部指定为国家重要谷物 而且据说 妈祖会透过鸡桶开出药方药营 让信徒们和家平安 身心健康 这就是割肉致病的王岗妈祖的神话 这是我们文化部 这个部队 部队 邓丽君 万部的 这是我们英国一百 凶八年 家伙 万部我们妈祖的心情 就是因为太圣公的明朝妈祖是全台湾 唯一由文化部长郑立军颁发证书认证的公庙 吸引众多的民众跟信徒前来朝拜 地方民众跟信徒都说 明朝妈祖的神威显赫 教化民众 令人津津乐道 在以前医疗资源缺乏的时代 是民众病痛时 心灵的寄托 明朝妈祖劝人为善 圣民远播 更是成为部队阵附近地方的信仰中心 这里是生了一个旗转 过去我们台风史含乳地武修行 所以在这个医院的文明 一些这些义民 这些信徒 如果信徒不败 就通过这个旗车来清世 清世之后 我们也做主旗 就说 乙生夫要来在他的座帝 来刮一座乙生夫的金身一匹 就不再来吃 还是要跑 除了信徒前来上香膜拜之外 最近也有很多游客 慕名来到泰盛宫 因为渔村内到处都有 可爱活泼的3D动画彩绘 大人小孩都喜欢 甚至有旅行社要祖团来参观 因为这个是一个古老的渔村 然后我们要让客人了解一下这里 有渔村还有渔场吗 对 还有这个明朝妈祖朋友 泰盛宫表示 今年虽然没有海上会乡活动 但是春节初一 早上八点会发放一千份妈祖红包 初一跟初二上午九点到中午 还会邀请大厨师制作美食餐点 招待所有的村民信徒跟游客 让大家度过一个快乐 平安又满足的春节假期 记者顾世生 吴瑞兴嘉义报道 一会儿 就会放开 30年 四一 二一 舌封